可虽然他不让我帮忙 那我怎么能空手回去啊 那回去万一谢大师又冲我撒脾气 那我拜师的希望可就真破灭了 怎么着也得让刘老道给我弄点事做呀 那个谢大师说让我帮你办点事 你要是不让我帮的话 我没法回去交差呀 你交不交差的跟我有啥关系 再说了你东西都送到了 其他的事你就甭管了 你回吧 刘老道开始有些不耐烦了 不是 是这样的 我想拜他为师 就这么空手回去 他不接受我呀 我赶紧说他 刘老道听我这么一说 那突然乐了 露出很感兴趣的样子 悄悄地凑到我跟前 小声地说 你要拜他为师啊 我点点头 说 啊 然后他就摸着下巴想了一会儿 最后指了指后面的那个蛇皮袋 说 这样吧 这猴山深处 有个哨兵所 那里有仨 巡逻兵 你就去帮他们看看山啥的 椎内袋子吃的 你就给送给深山里猴子 他们喜欢吃 就这 我有点不太相信 这有点太简单了吧 怎么 这你办不到 刘老道诧异的问 我赶紧摇摇头 说是不是有点简单了 然后他就发出一声嗤之以鼻的哼 哼 年轻人哪 别小看这山里的猴子 去吧 三天后 我回来找你 刘老道说完 对着蛇皮袋子上 那猴子大声说 东西给他 记得带路 到小王那儿 最后 猴子点点头 这一下 刘老道算是放心了 跟我说去吧 三天后见 随后他就走了 他走了之后 我在原地愣了半天 随后无奈地笑了 心想 这要是回去 谢大师问我帮了啥忙 那我怎么好意思开口说 到山上喂猴子呀 看来这次败师的希望又渺茫了 后来啊 我就走到蛇皮袋那儿 那猴子也从袋子上挪过他的屁股 然后一只手掏进袋里 同时用一种哀求的眼神望着我 意思好像是他也想吃里头的东西 我点点头 说吃吧 那吃完得帮我扛袋子 他听后猛地点点头 然后掏出一碗花生米 就开始叭唧叭唧嚣 最后另一只手抓住袋子 我帮他抬到后背上 他就晃晃悠悠地扛着袋子往山里头去 不过走了没多久 那猴子就不干了 把袋子往地上一割 不管了 然后我就笑了笑 又掏出一包花生米了 说 再给你吃一包 吃吧 他猛地摇摇头 意思是不跟我做这个交易 那看来是真累了 没法啊 那我也就自己扛起来 然后让他带路 进了深山之后 基本上就见不到人的影子了 让我奇怪的是 猴子的影子也不多见了 有时候会出现一些背部黑色 肩膀很宽厚的猴 让我旁边的这只金毛猴 很是不安 后来啊 我还被一个野果子打中了背部 转身看的时候 才发现后面树上 躲着一个黑背猴 太可恶了 哨兵锁 在深山里 一块比较开阔的山根背面 是一排简陋的小平房 小平房的前面是一片菜地 里面种着一些蔬菜 被篱笆护着 我还没走到小平房跟前 就有个人从屋子里出来 大声质问我是谁 然后叫我把肩膀上的带子放下 我赶紧解释说不是来偷猎的 是来送东西的 可他叫我别说话 老实地按他吩咐做 没办法 那我只好将带子放下 然后一旁的猴子就跑到那个哨兵跟前 哨兵一看就激动地叫了起来 是小黄毛 班长啊 快出来 小黄毛来了